大家好 歡迎收看熊財戰略 今天大盤再度震盪上漲32點 不過今天台積電 它是漲了4點 4塊錢 所以說如果把台積電扣掉的話 今天大盤基本上是沒什麼漲跌的 所以正如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過的 我說這個行情指數你就不用太在乎它 它就會在這裡一直震盪 我昨天講日線已經跟你講過 日線它會在這邊做震盪 因為它就是要把這三個地方的籌碼 把它洗掉 這三個高點的籌碼洗掉 所以我說日線你看不出 它到底要幹嘛 因為它一下上一下下 它就是在這邊震盪 它今天又流上影線 漲也漲不是很乾脆 跌也不是跌得很乾脆 所以大家看不出這個短線 你是看不出來的 所以我昨天才跟大家講說 你要用周線去看 周線的格局是比較長的 從周線的角度去看 其實這個行情是還沒有走完的 我就跟你講過 這個周線它是要挑戰 一萬八千點以上的 我昨天已經講過 所以我今天不用多講 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你可以看我昨天的節目 現在我在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說既然這個行情 還要再往上漲 但是因為越來越多投資人 已經發現到這樣子的現象 就是說這個多頭市場 已經很明確地已經成立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多頭主力 他要往上面拉升上去 他又很害怕說 大部分的投資人會進場去搶進 然後搶進完以後 他就很難去拉股票 因為充滿亂掉了 對不對 因為他們不想要幫別人抬轎 所以他會千方百計地去想辦法 讓投資人的股票殺出來 讓投資人的股票賣出去 他們才有可能逢低成階 然後才有可能再拉一波上去 所以我發現注意到很多個股 都常常有出現這種 很醜陋的K線 為什麼要出現醜陋的K線 你有想過這個道理嗎 因為醜陋的K線出現 它才會讓投資人 把手上的股票看出來 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瞭解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這檔個股 這檔個股是8210的秦城 你看這檔秦城 他這天是不是工漲停板 你看他隔天開高殺下來殺跌停 對不對 是不是這一根藏黑殺下來是不是爆量 對不對 那你這一根藏黑殺下來 照理說這個藏黑殺下來 他就直接往下殺就好 因為假設你如果認為 這裡是主力出貨的話 假設你認為這根殺跌停板 是主力出貨的話 這一根那麼難看的K線 藏黑棒而且帶量 而且殺跌停 如果你認為是主力出貨量 那照理說他出完貨 他就應該會一直往下跌 他為什麼沒有往下跌 他還拉起來 還拉起來讓這邊的人去解套 為什麼 因為這一根不是出貨量 這一根是洗盤量 他用醜陋的K線 用藏黑棒 用跌停板 把投資朋友的手上的股票清出來 洗出來 因為你不跌停板 投資人不會怕對不對 你沒有中藏黑 你沒有上影線 你沒有往下殺 投資人不會怕 那不會怕就會一直爆 對吧 那你一直爆 那主力怎麼吸貨 所以我跟大家講 像這種中藏黑殺下去 它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藏黑洗盤 我為什麼說是藏黑洗盤 因為你看它的基本面對資料 它去年賺多少錢 去年賺8塊3毛錢 明年EPS預估到14塊 我預估可以賺到14塊錢 所以280 280來看的話 其實本一筆才過20倍而已 所以為什麼股價殺下去 你看它殺下去 為什麼不急殺 如果你看技術面的 一定會把它的股票插出來 因為你覺得說這一根藏黑 看起來就像出貨量了 而且還殺跌停板 你一定會想要殺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懂它 這一檔各股的產業 跟它未來性 未來基本面來講的話 你就不會看它跌停板 把它殺掉 因為它後面是不是又漲上去了 我認為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可能會稍微洗一下 洗完以後 第一個洗的法就是說 上去再拉回來再回撤支撐一次 第二個比較強勢 在這邊震盪整理以後再創新高 所以經過這種藏黑洗盤的股票 基本上你都要注意就是說 它就是要目的把投資人的信心洗掉 要把投資人的信心洗掉 包括像我昨天跟你講的光通訊的股票 今天也很多光通訊股票 昨天漲今天殺下來 可能很多人老是會看衰 很多老是會看壞 但是沒有關係 我就跟你講 他們的基本面沒有問題 因為很多股票不利用這種殺盤 它不輕易的 沒辦法把這個什麼 把散戶的股票清出來 清出來籌碼清了就可以拉了 你自己想想看 這波最弱勢的就是什麼 像很多很少人講的 之前很多人講 像微創廣達對不對 它為什麼那麼弱 因為它不管怎麼跌 散戶都不肯殺 為什麼散戶不肯殺 因為散戶都知道這家公司 它其實有接到很多NVD的訂單 所以明年的獲利 應該是往上做成長 有基本面 所以散戶都不肯定去殺 甚至一漲上去趕快去搶 融資馬上暴增 所以你看它主力為什麼不去拉 對不對 所以主力要想辦法拉 這怎麼拉 就是要利用這種中長黑 包括像你看這一檔 宏傑克也是一樣 宏傑克這邊不是漲停嗎 你看他隔天是不是開高 走地殺下來殺跌停板 對不對 殺跌停板以後 一起來帶量 那帶量殺跌停板以後 照理說如果是主力出貨量 這根大量是主力出貨量 他就直接往下殺就好了 為什麼他還彈起來 讓這邊買人截套 所以這一根不是主力出貨量 這一根是主力洗盤量 所以最近的這個主力非常厲害 為什麼我說他厲害 因為他已經知道 他發現到一件事情 沒有這樣做 沒有辦法把蟲牌洗乾淨 蟲牌洗不乾淨 股票就很難大漲 所以你看 殺下去以後他這邊又上去對不對 那現在形成一個高資在整理 那我認為這檔個股後面也是要創新高 為什麼後面要創新高 Wi-Fi 7要來了 那手機的Wi-Fi 7一旦開始正式的什麼 形成一個標準通訊的話 那生化家的需求一定會增加 那生化家的需求增加 他的業績就會再度往上成長 你看他10月份 他10月份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增長164% 11月份的營收 比去年同期增長185% 你有沒有發現他營收增加速度非常的驚人 都超過一倍以上 快兩倍了 為什麼賺這麼多 因為Wi-Fi 7要來了 生化家的需求增加 因為手機的庫存消化已經告一段落了 這個PEA的工地放大器 其實它的獲利已經開始在回升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可以發現到 這家公司有賺錢 但是它股價要殺盤 為什麼要殺盤 它要洗盤 它沒有經過洗盤 它股價很難大漲 所以它這根常常又是洗一次盤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最近的行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既然大家已經發現到這個真相 就是說這個行情 它其實眾多格局已經明確地出現 明確地出現 多多市場也明確地出現 然後你也看到外資一直在買超 那你也看到美國可能明年開始 明年下半年開始降息 所以資金後面還會再進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這個行情沒有漲完 所以這個地方主力就會利用這個方法來洗盤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我跟大家講說 AI晶變吹自然風台電最大贏家 我當時跟你講的時候在11月20號對不對 對不對 11月20號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像創意這種個股拉回來是要站在買方 因為它的趨勢還是往上沒有改變 它底部是越來越高上去的 對不對 所以後來你看從12月5號拉35塊錢 12月6號再拉50塊錢 12月7號再拉45塊錢 12月8號再拉多少 12月7號再拉170塊錢 所以短短4天的時間 漲了300塊錢上去的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看壞它 我認為你要注意到 因為我現在跟你講的是美國的 一些七大的科技公司 他們在自行研發晶片 所以對於這種細智財的公司 他們未來很有可能會接到一些 很大的訂單 但是我現在只講的是美國 你有沒有想到中共 你有沒有想到中國 中國他們更想要自行研發晶片 因為他們被美國封鎖的很慘 但是中國他們想要什麼 你看那華為就知道了 華為一直突破美國的封鎖 他們現在手機又開始出新手機 然後他們現在又做電動車 對不對 又首先推出了個衛星通訊 衛星電話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 其實他很想突破什麼 美國的封鎖 所以中國大陸他更想要自行研發晶片 所以我跟妳講 在研發晶片的過程裡面 晶片是很重要的 就晶圓這一塊很重要 那晶圓基本上現在都交給台積電代工 因為台積電它的技術是最強的 所以你看美國商務部也是跟那個蘋果講 蘋果也在自行研發晶片 他跟蘋果講說你研發晶片 研發的速度不錯 然後你功能提高了三倍 很棒 但是你太依賴台積電了 但是你太依賴台積電 他跟蘋果的高層這樣講 對不對 他蘋果沒話講為什麼 因為現在只有台積電做得出來 只有台積電做得出來三奈米 三星的良率還不夠 所以當然只能依靠台積電 對不對 所以這個情況你就注意到 所以台積電它會接到很多的大訂單 那麼訂單一定會下放 然後所以我才跟妳講說 像創意它一定會最先受惠 因為創意是台積電子公司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中長期 都還沒有走完 那最近這幾天拉回 是因為它遇到前波高 將近2000塊的什麼 整數關卡了 所以這邊會做震盪 包括像是什麼 包括像艾浦 艾浦我就跟妳講這個 從這裡我都告訴你 11月2號我就告訴你 它會往上漲 那漲上去拉回 我告訴你這個持續看 好像還會再漲 11月4號再漲10塊對不對 11月5號再漲11塊半 11月17號再漲21塊對不對 從我們佈局完以後 漲100多塊上去了 所以我們大獲全勝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認為它還沒有漲完 你不要以為漲100塊以前就漲完了 你自己看 漲上去完以後 它還沒開始做橫盤整理 我告訴你它還要創新高 10月20號再告訴你 結果你看看到 10月28號開始拉了 10月29號再漲26塊半對不對 好 漲到480塊錢左右 這個地方已經漲將近150塊錢以上了 我認為短線上可能技術面 會做一個什麼 獲利了解的賣壓 會有一些賣壓會出來 所以它從480塊錢這個地方 開始往下做拉回 它開始做拉回 但是我告訴你拉回到這個地方 已經回色支撐了 差不多了 對不對 10月27號跟你講 殺到423塊錢 你看今天 11月12號今天漲13塊半上去 來到443塊 對不對 所以你如何去掌握一檔個股 掌握一檔成長型的股票 你如何做它的波段性操作 我現在跟你講的不是炒作短線 炒短線的股票每天都有 而且每天股票 你看到很多節目很多老師 每天跟你講掌停板 但是很多股票都只是短線行情而已 我現在要告訴你是 如何操作波段的行情 如何在一檔個股 你賺它三成 賺它五成 賺它一倍 這是我最擅長的事情 因為我們操作的是 我們是專門操作高成長性的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 第一個它相對的安全 第二個它的獲利性 因為高的情況下 股價更容易往上面漲 所以像這種各股 拉回到支撐點的時候 你就好好跟上我的腳步 跟著我佈局 因為它未來還有機會在創新高 一旦創新高上去 你會發現到跟創意一樣 拉回你一佈局 10月4號跟你講那個低點 拉回你佈局 短短4天賺了300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跟你講這先進光也是一樣 你看這先進光 它也是成長股 我在11月5號跟你講的 你看到11月29號 從這個地方 11月5號從這個地方 開始一路狂拉 對不對 狂拉這邊開始進入高之代整理了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高之代整理 它是屬於強勢整理 我認為它還會創新高 你看今天又漲3塊半 你看它的股價 是不是快要創新高了 快要創新高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為什麼我的股票 我們可以賺三成 可以賺五成 甚至挑戰一倍 因為我們知道怎麼樣 把一檔好的個股 從頭把它吃到尾 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一般投資朋友做不到 還有很多老師做不到 因為都炒短線 我說如果現在只是一個反彈行情 你可以炒短線 因為反彈完後就下來了 它是反彈 如果這裡是一個回升行情 我建議你 好的股票你不要炒短線 因為它可以讓你賺三成 四成五成甚至一倍 你要根治我做波段 你要根治我做波段 因為你看它整理完以後 長上去長三成 你以為長高了 你以為長完結束了 後面再給你創新高 對不對 創新高三成 再創新高變五成 對不對 長五成可能又開始休息 像那個巨有長五成的 對不對 長五成開始休息 所以長五成當然不告訴你說 長五成你去追 沒有 我從來沒有跟你講說 股票我們要去追 追什麼已經漲了五成 去叫你去追 我只是告訴你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它還沒有創新高 你趕快跟我佈局 因為它後面會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你注意 接下來什麼股票 我認為也有這個機會 漲三成 四成 五成以上的空間 我認為跟台積電有關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台積電是台灣的護國深山 它護國深山不是 它這個名聲不是亂吹的 不是吹牛吹出來的 它是真正有它的一個什麼 技術面 它有個高技術 高毛利 高獲利性 它算是個很明確的成長股 那麼在它的帶領之下 台灣就變成科技島 所以它會接到很多很多的訂單 這些訂單它一定會開始什麼 下放 它這些資源會開始下放 所以如果你能夠接到台積電的單子 如果台灣有些廠商 它如果能夠接到台積電的單子 這家公司勢必營收 也要跟著獲利大幅的增加 所以我說這家公司 今天又往上漲了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家公司會先創這個高點 我先跟你講 這個在相對的低檔 我不是告訴你說已經漲五倍了 已經漲五成 漲三成 漲五成 叫人去追 我跟你講實在在這個底部區 跟上我的腳步 跟我們一起來布局 我跟你講高成長股專賣店 我是高成長股專賣店 專入成長會賺得更多 如果這一波這個行情 你財富有沒有增加三成以上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檢視投資的方式 如果找不到原因 不如跟上我的腳步 跟著我們一起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完廣告以後 我們再回到現場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東乾坤 感謝會員朋友支持 現在立刻不打入匯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今年的你財富有增加三成嗎 如果沒有 您就是不合格 應該解釋投資方式了 找不到原因 不如跟上贏家腳步 贏家腳步陳老師 同胞回饋專案 立刻不打贏家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今年的你財富有增加三成嗎 如果沒有 您就是不合格 應該解釋投資方式了 找不到原因 不如跟上贏家腳步 贏家腳步陳老師 同胞回饋專案 立刻不打贏家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我是詹雅雯 很多人有照顧北人的經驗 照顧一天不困難 但是照顧十年真正辛苦 年到要到了 要請大家做會計期 創世基金會 韓式吃飽三食 送禮多多 送一份 兩隻的禮跟紅包 不可以過一個混亂的日子 第三十次届 韓式吃飽三食 送你到家 需要您一起幫助 好了 大盤漲了1500點左右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盤漲了1500點左右 這個地方即使大盤近期若一拉回 那都很正常 所以我先跟你講 你先不要嚇到 你不要認為說大盤一拉回 你就開始緊張了 你漲了一秋白一點 它拉回也很正常嘛 所以這幾天我認為大盤有可能會拉回 只是說拉回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逢低布局 你要不要去逢低承接 你自己想想看 這一波這種 這樣拉回一殺下來 對不對 一殺下來 你沒有來做逢低布局的動作 那上去是不是跟你都沒有關係了 為什麼很多人這一波 賺不到股票賺不到三成 賺不到五成賺不到 為什麼 因為殺下來的時候你沒有布局 對不對 因為殺下來的時候你覺得這個地方是破底 破底你就覺得這個地方是走空投 對吧 你認為是走空投 你認為這個行情已經破底下去了 沒有什麼希望了 即使我告訴你說第四季什麼 第四季是法人作戰行情 集團作戰行情 是什麼空窗 財報空窗期 即使我跟你講 我大聲幾乎告訴你 一定要站在買方 但是擋不了什麼 擋不了現在大概八成老師告訴你 這個地方破底就看空了 所以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即使我跟你講 這個地方就是要做多 但是你會聽不下去 因為你看到大盤是破底的 對不對 好 這個地方你沒有布局上去 當然你就沒辦法賺錢 所以你看 我跟你講說這一波我們的操作 不管是安泰克 賺五成以上 傅信通 巨友 敦泰 千金光 艾普跟創業 這些股票都是我們在低檔區跟你講說 趕快跟著我布局 對不對 結果後面都是是不是大戶全勝 現在如果說大盤拉回的時候要布局嗎 我跟你講一定要布局 所以你如果說你已經錯失掉這一波的機會的話 那如果說近期大盤一旦震到拉回的時候 你一定要趕快跟上我的腳步 因為拉回我告訴你 百分之九十都這樣 拉回都不會上車了 拉回都是觀望 那什麼時候你才會想去買 漲起來 所以拉回都是觀望 拉回都是觀望 拉回都是觀望 那漲低跟你說反彈 那漲上去你說漲高了 再漲上去說不要追了 就一直漲一直漲就漲上去了 所以關鍵是拉回如果你沒有布局的話 一上去你絕對後面賺不到了 所以拉回你要跟上我的腳步 因為我們選的股票跟大盤走勢不一樣 你看到大盤這一波有漲5成嗎 大盤這一波有漲5成嗎 大盤這一波有漲4成嗎 有漲5成嗎 大盤有漲3成嗎 那為什麼我們股票都超過大盤 對不對 這就是跟你講過 這就是告訴你專注成長賺更多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個敦泰你看 我們從他起漲去告訴你開始要布局 到後面你看漲到55%上去 好 我講過我們沒有賺那麼多 但是三四成跑不掉 好 結果漲多以後 股票漲多都會拉回 但是我認為它拉回機會又到了 所以股票你不是說 漲上去趕快去追 趕快去追 你看這天是不是工漲停 工漲停把很多人隔進去追 追就掉下來了 所以我說好股票也要好買點 好 我不會帶你去買說 已經大漲一大段 或已經發動了股票 我講過了嘛 但是它如果拉回的時候 到機會點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次布局的機會 你跟上我的腳步 跟著我同步進出 包括像神機我跟妳講過 神機也是一樣 去年賺四塊兩毛錢 今年前三季賺四塊錢 我預估今年全年可以賺到六塊錢 所以像這種個人 我也是高姿態整理 未來也是有什麼 有挑戰高人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像這種股票 基本上你都很清楚可以發現 如果你想要賺三成 賺五成 賺四成 你想要這樣賺 你務必就是要第一個 你要選擇高成長性的股票 第二個大盤如果拉回的時候 你要敢上車 你要敢跟著我上車 否則這些東西對你而言 會跟你無關 你會錯過今年最好賺的行情 把握機會跟上我的腳步 跟上我的腳步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人生動不動 都在競爭 幫我們趕勾 我們能走 我們能帶更多 不過海 我們可以拿更多 摸著大家騎 海 來mit他 大驭 Let's win 大家一起 I go 不動 就愛水拔牛 清在床 陳老師 成長谷專賣店 安泰克五十八趴 富慶通四十八趴 巨遊科 52% 吞泰35% 仙静光45 爱普130 创意390 感谢会员朋友支持 下来个不打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今年那里财富有增加三成吗 如果没有 您就是不合格 应该解释投资方式了 找不到原因 不如跟上赢家脚步 应该踏步陈老师 同胞回馈专案 立刻不打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应该踏步陈老师 成长股专卖店 安泰克58% 富京通48%